哈囉 大家好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宰子戰爭喔 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大家看到我的左邊的 左上角這個杯數的話 哲平是打到我們979杯了 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要拿我們的傳說宰子的話 其實用打PVP的方式是最快的 就不要跟哲平一樣 一直去刷血統 我只是非常喜歡玩血統模式啦 因為很想要看到就是30層以後的一些東西喔 那 最近的話 哲平試一下打了一下我們這個... PVP喔 也就是我們這遊戲的關鍵的點啦 其實這款遊戲不是在玩血統喔 血統算是比較給你去刷東西這種感覺 然後 如果你要真正打東西的話 應該是打PVP這種東西 然後PVP的話 基本上它可以就是 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喔 那 最近的話 更新之後的話 你看廣告的時候 好像也可以看一下東西 然後讓你就是 看完廣告之後 你打PVP 如果獲勝的話 可以取得更多的資源這樣的感覺囉 那最後上 最近打到我們979杯啦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只要打到1000杯的話 就會有一個這個燃燒寶箱喔 那燃燒寶箱的話 基本上就會送你一顆 傳說骰子啦 所以我想要看一下 我們這顆傳說骰子 到底是會拿到什麼東西喔 那這邊用的隊伍的話是用這一套 我們小丑骰子 還有我們礦山骰子 再加上我們祭品骰子 還有這個颱風骰子 跟我們的召喚骰子喔 那 我們上一次基本上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召喚骰子嘛 那召喚骰子基本上一開始的話 可以就是 讓你用很少的SP 去生很多的那個骰子出來 然後讓你就是很快速的鋪場喔 那 祭品跟小丑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可以讓你就是 就是更快一開始累積更多的SP 然後我們的礦山的話就是到後期 如果我們SP有點不夠的話 那個礦山可以讓我們繼續 累積我們更多的SP喔 那我們這邊的主要攻擊手 就是我們颱風骰子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來打一下給大家看囉 如果這場獲勝的話 應該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的那個 燃燒寶箱喔 我們就看一下喔 基本上其實PVP模式 呃 才是最好玩的模式啦 那鞋童模式的話基本上如果大家就是 拿到一些不錯的傳說骰子的話呢 也可以去那邊打打看 我覺得還不錯喔 這款遊戲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個PVP模式了 我之前都是一直在玩鞋童啦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覺得 呃 其實好像也還好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最好玩的就是這個模式喔 這模式就是對面真正的玩家 然後你要跟他比賽 然後看誰就是能夠撐得比較久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話 你要想辦法先鋪場之類的喔 這種東西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 其實算是比較尷尬一點點局面 因為一開始也太多這個礦山骰子了 其實如果一開始有多一點召喚骰子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能夠 呃 把我們複製骰子的小丑骰子的話 應該會更好一點點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就是有更多一些骰子可以出來 哇 全都是礦山 這有點尷尬喔 這一局難道要輸了嗎 好 這邊又來一個我們的颱風了 那這款遊戲的話 基本上不是隨便一直就是把骰子照出來就好囉 基本上你還是要抓準時間 然後把下面就是骰子的等級給他伸出來 這樣子感覺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喔 感覺對面的網路好像有點爛線喔 太扯了吧 是怎樣 呵呵呵呵 呵 這是怎樣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打PVP的時候發生這種事情了 不過應該還好啦 不會影響我們的局面 反正我們只要能夠把那個敵人給打死就好了 因為在我們lag當中的話 他還是有持續在算我們那個傷害的喔 欸 這是怎樣 對面是怎樣 呵呵呵 02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怎麼跟他在對打的時候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關係我們就繼續照 反正我們照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會影響的就只有我們下面 SP那邊部分可能比較慢一點點而已喔 喔 暴漲了暴漲了暴漲了 喔 又比較回穩囉 因為這個的話 基本上這款遊戲是 就是全球一起同一個伺服器的啦 所以有時候你會遇到一些就是 可能網路線不太好的玩家喔 會這樣子 所以在打斜頭的時候可能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OK 那我們這邊剛剛是順利的用了召喚骰子 再加上我們祭瓶骰子 順利的把我們一個那個颱風骰子 升到了我們三階喔 那 基本上我們還算是蠻OK的 所以我們就繼續存錢 然後看一下要不要繼續把我們那個骰子給他升上來喔 慢慢來就可以了 反正我們這邊有礦山骰子啦 所以後期的話我們那個就是 至今來說的話 SP來說的話一定不會缺太多喔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獲勝了 OK 剩餘時間就到了 可是王都還沒出現 好了 王來了 那這隻王的話基本上他是會把你的骰子炸掉的喔 那基本上他要炸你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就是先 啊!! 我移錯地方了 哈哈哈 像剛剛他要開炸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以把他移到別的位置嘛 那我剛剛是移錯地方了 白癡 我剛剛讓他移過去然後直接讓他被炸 你知道嗎 太白癡了 所以你看到哪邊被鎖定 你就把那顆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會我覺得好一點 不然他炸掉的話你可能就要那個 重新再累積一些骰子喔 對面尼爾感覺好像也是蠻穩的耶 他直接就是撐起來了 不過 目前來說資金上來說的話我們一定是贏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已經先把我們颱風骰子升到 就是最滿階的這樣子喔 然後 再來就是慢慢的看一下要不然升我們礦山骰子 或是把我們那個就是其他骰子就是累積起來 我會先升礦山啦 因為礦山的話這邊會累積更多這個SP 讓我們SP就是加快更多這樣子喔 然後目前來說其實我們有三階的颱風骰子的話 基本上就是打起來還算是蠻OK的 這又是怎樣了 這又是怎麼樣了 02你的網路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 以與對手玩家斷開了 所以這02真的是有點問題啦 好沒關係我們這邊的話就繼續喔 我們這邊錢真的是很多啦 所以這套陣容的話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這套骰子的話都可以來玩一下 不過目前來說是因為哲平平常都有在玩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玩我們的那個 欸 協同模式啦 所以我有很多骰子就是 都是從協同模式那邊開100箱拿到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一開始就直接來打PVP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就是要再注意一點點了 我們這邊先慢慢把它們合起來 反正就是 這遊戲的PVP目的就是撐到最後就對了 看誰撐得比較久喔 來來來我們看誰撐得比較久 蛤 目前來說局勢來說應該是我這邊比較穩定一點點喔 應該是這樣沒有問題的 好 升起來 有 他被咬了 他被咬了 OK 沒問題 被咬了 然後現在升到1010杯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開一下我們第一箱的那個 燃燒寶石 喔 燃燒寶箱不是燃燒寶石 燃燒寶箱開起來的話 一定會給你一顆我們的傳說骰子啦 所以其實比起你在那邊刷有沒有 刷100多箱還要再簡單一點點啦 好像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是會有送你一個寶箱 然後後面的話都會給你開到一個傳說骰子這樣子喔 喔 沒有欸 他好像初期送比較多 再來就是2000啦 每一千杯會送你一個傳說骰子是不是 看一下 對欸 每一千杯會送你一個傳說骰子 所以你就努力慢慢爬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燃燒寶箱 看一下能夠取得什麼傳說骰子吧 開起來 拜託了 來個生長吧 生長生長 火焰骰子在這個很重要 生長 好 拜託你 生長 欸 好喔 又是核爆骰啦 核爆骰基本上應該也不錯啦 只是 我還是比較想要生長骰子 因為生長骰子剛好可以配我的槍 或是我的一些就是太陽骰子之類的 那不起來說這個就是我最近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個更新的東西喔 就是左下角這邊看東西的話 看這個廣告 那你下一次就是攻擊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打贏的話 就會獲得就是比較多的那個就是支援喔 好 那基本上你看完廣告之後的話 你這邊的那個對戰模式 這把劍就會冒火啦 那冒火的話就是代表你下一次打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會取得就是 比較多的那個支援的感覺囉 好 那我們就再來打一次吧 基本上剛剛那個核爆骰的話 應該還是比較適合就是打我們那個 騎頭模式的喔 核爆骰 如果核爆骰來打這個模式的話 應該我覺得不是那麼的適合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一次 能不能就是比較順利一點點 哇 這次有點尷尬囉 全都是我們這個 我果斷先把一個那個 礦山骰子先合起來喔 不然這邊太少進攻骰子了 那基本上每一千杯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個就是能夠開我們那個 就是傳說骰子的箱子欸 其實我覺得打PVP真的是 還比較好一點點啦 不過我剛剛在打的時候也有碰到一些 就是比較恐怖的一些玩家喔 他們就是 也是傳說骰子蠻深啦 而且基本上那個配套都配套得非常好 因為看到有生長骰子的話 我通常都會 比較怕怕喔 因為生長骰子的話基本上 他就可以就是把他的場面整個撐起來 然後星級也可以拉起來這樣子感覺 好 我們就繼續再升一下 然後 接下來不如讓場面有差不多 5個攻擊骰子的時候 我都會先把他們等級拉高啦 因為拉高等級的話才會比較OK一點點喔 那 對面這個陣型的話是強風 然後我們的那個 鐵骰子再加上毒骰子 還有電骰子再加上我們那個齒輪喔 就全部都是打攻擊的啦 那這種的話基本上後期 他如果要升級的話會比較 比較吃力一點點 那像我們有召喚骰子或是什麼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這樣要升級起來的話 應該會比較吃香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跟他打後期拉 跟他打後期就好啦 他前期基本上你看他的威力就還滿高的 所以他基本上都不用怕那個敵人的骰子 會直接跑出來喔 所以目前來說我們就是先努力撐住就好了 然後先把我們那個骰子都升到一個能夠 穩定的區域 然後再叫其他的骰子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颱風骰子比較尷尬的點就是 他有兩段變身 那如果他沒有變身的話 情況下的話基本上他的 呃傷害度會就是明顯 略減喔 所以就是要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撐一下撐場面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的話把他升到700 升到700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那個了 來慢慢鋪場囉 因為我們剛剛全部都在升我們的等級啦 就是先慢慢鋪場 反正前面基本上你只要撐到 就是王出來之後就可以了 就不用那麼緊張 那這隻的王的話是我們那個 會鎖骰子的那一隻喔 好 來了 鎖骰子天王 希望他不要鎖到我的那個攻擊骰子就好 好 他已經鎖了一個攻擊骰子 不過應該打掉啦 應該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有沒有 我們輸出還是不錯的 然後就慢慢的累積起來 然後再看一下能不能再繼續 努力往上疊 反正這邊的話來說的話就是要看一下 然後這個 Night的話基本上他好像是會轉換你的骰子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 努力的把骰子的點數往上提升 然後讓他就是來轉換一下 因為他有時候轉換的話其實會 幫助我們蠻多的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先慢慢再累積一點點錢財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就一次就是把他們照出來 然後看一下那邊有更多的一些骰子這樣子喔 然後如果有疊起來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有沒有看到 目前來說我們這樣的輸出的話 已經比對面還要高很多了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繼續疊喔 然後有召喚骰子就換召喚骰子這樣子 然後這邊太多這個礦山骰就把他們合掉 把他們合掉就沒有問題了 合起來合起來 然後 召喚 召起來 來 有 我們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很穩定了有沒有 直接一個大躍身 直接沒問題有沒有 這樣的話基本上應該就可以等待對面的那個 就是敵人去撞啦 通常喔 通常目前來說玩到我們現在這個杯數的話 就是很少人能夠撐過就是 第一個王之後再到第二個王啦 我之前有打過就是到第二個王 但是通常就是 你打完第一個王之後差不多就要見真章了 如果大家的骰子都比較平庸的話喔 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就獲勝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 剛剛因為我們就是看了影片 所以他這邊直接加了超多東西的 然後 這邊的話中間就是你連勝記錄啦 向哲平已經8連勝了 所以我們就加了杯數會比較多 然後在看廣告的話會再加40杯 就會非常多這樣子喔 所以 就是最近更新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只要看廣告的話 在打我們這個就是競技場杯數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有所提升 一些你的智傑的一些資源這樣子囉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1000杯這邊的這個燃燒寶箱啦 那我們是開到了一個 河骰子好不好 又開到一個河骰子 到時候把它合起來看 看一下它到底有沒有那麼的厲害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蛋這邊啦 大家都用什麼陣型來打一下 我們這個PVP模式呢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覺得哲平今天打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影片點個喜歡 那每一早十點鐘的時候 點個晚上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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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